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豆瓣的这个项目里边 把这个代码实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项提示呢 是说写一个函数叫askurl 给定一个url之后呢 它就可以执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操作 那么把我们这个对应的url里边的网页的信息 全部都给它放到一个html变量里 那当然了为了防止我们这个有一些错误 所以它用trackaccept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异常进行了一个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在代码里边把它实现一下 那么这个是我们之前写的那个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主函数 在下边的话有一个获取网页 那么获取网页里边呢 我们知道要逐一的进行解析 同时呢也要把我们这个基本的url呢 拿到之后给它做一个这个相当于处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在这个处理之外呢 先给它拿一个专门patch一个网址的 这样的一个函数 在这写一下啊 这个是专门是得到 得到指定一个url的网页信息啊 或者说网页内容 指定啊 那么名字的话呢 我们就定义为刚才的def askurl 那么自然你指定了一个的话呢 你得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首先要指定一个头部信息啊 这个头部信息呢 它是一个字典啊 那这字典里边呢 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一个一个的字符串 成对成对的出现啊 那么当然了 这样成对成对出现 你要方便管理呢 你也可以让它是一个 呃这个列表啊 这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head 这样的一个列表 是吧 这个列表里边的话呢 呃有这么一个变量值 那这个变量值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就叫user agent 那么这个agent的话 就是用双一号 比如说呃 直接写可以啊 但是我们说直接写 经常容易拼错啊 因为接下来这个字符串特别的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办呢 我们打开一个网页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豆瓣的这个网址 还记得我们用f12对吧 就可以直接打开这样的一个呃 开发者模式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可以选择这个network以外呢 刷新一下 啊 当它出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访问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请求 是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啊 刷新一下 再来一次啊 缓存里面就有啊 好 停止 停止完了之后的话 它就不再继续进行更多的选 选这个请求了啊 我们直接在这点它 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啊 这个请求的信息 往下进行拖放啊 最下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有个user agent 啊最下边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怎么得来的啊 再重申一下 选择我们这个网址 然后f12展示这个窗口 刷新一下的时候呢 啊 当它这有线条出现的时候 这个线条是在network下边才有啊 在network下边 线条出现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红色按钮啊 当你刷新完了之后 出现了线条 点击停止啊 点击红色按钮停止 那么把这个鼠标定位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点击第一个路径啊 第一个访问的这个路径 最下边 在这个地方有个user agent 就是它 用鼠标在上面拖动一下啊 形成这样的一个选中的状态 点击右键复制 好 把它放回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边要保存的一个信息啊 那这个信息呢 如果你没有太多呢 就可以用一个这种建置对的方式啊 像之前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在这里边 如果你特别多呢 就用一个列表的方式 那这列表里边呢 有一个一个的建置对啊 每一个都是相互相等的这种状态都可以啊 比如在这地方我们就 因为只有一个信息的话你就直接写在这就行了 把它粘贴一下啊 那在这里边的话 user agent呢 要用双引号把它扩起来 那么后边这个mozilla开始啊 拿个双引号到这来把它扩起来 好 就这么一个状态啊 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它经常会报错啊 因为这明明是一行啊 你当你变成了很多行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报错 所以你要把它尽量的给它 靠紧一点 让它写在一行上啊 那么还有这个地方 好 当你这个都把它放到一行上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个错误就没有了啊 在这个时候最后呢 这个双引号 注意啊 一个双引号是收尾用的 所以把它调整一下 好 那这样的一个head就准备好了啊 那么这个head有什么用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 发送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端理解我们就是一个 这个浏览器啊 并不是一个python程序 不是一个爬虫 就是为了伪装来用的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注视一下 这个head啊 这个用户代理 表示告诉豆瓣 服务器啊 我们是什么类型的机器 浏览器啊 这样一些信息啊 那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是告诉 浏览器 我们可以接受 什么水平的文件内容啊 这个才是关键啊 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把身份告诉他 而是你把身份告诉他 服务器就知道给你什么东西 你能正常显示啊 这才是关键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这个头部信息有什么用呢 这个头部信息 我也在这注视一下 这个模拟浏览器 头部信息 向这个豆瓣 服务器 发送消息啊 发送消息 那这只是我们模拟的一个头部啊 并不是说 真实的我们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伪装用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发消息怎么发呢 我们说用这个url 叫lib 这样一个cool 里边呢 request这个对象 在里边呢 有一个request 这样一个封装啊 封装出来一个request的对象 那么我们用一个request的对象 把它可以接收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request 这么一个对象 接收一下 那封装了哪些信息呢 我们说封装了一个url 就是你要访问的这个网址是什么 然后还封装了一个什么呢 封装了一个header 大家看这儿有个headers 那你在这里边的话 等于head 但在这里边的话 除了headers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啊 它直接还有一个head 我们就用这个headers就可以了 好 那把我们这个头部信息给到它 然后呢 携带着我们这个头部信息 去访问这个url 谁来访问呢 我们说还是用这个 我们这个url request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用它来访问 那么访问的话 我们肯定要存储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放到这个是一个网页啊 我们就是用一个字符串把它存一下 那么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啊 所以在这呢 我先用try把它包含一下 在这里边包含的这个结构 大家也知道啊 这里边有个accept 然后你要处理什么 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用一个response response 响应啊 表示的是我们现在能够 接收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封装的 一个对象啊 url 它通过request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url open 传递一个我们封装好的这样的一个 request的对象 这个里边就包含了 我们要访问的那个网址 和我们这个头部信息啊 这个时候发出请求了 返回一个response对象啊 这response对象里边呢 就是有我们整个网页的信息了 那这个信息怎么样子来读取出来呢 html啊 等于response 第二read 用这样的一个read的方式 就可以读出来啊 当然我们说为了防止这个格式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这一个decode 用一个utf-8的方式 来把它重新的解码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html的格式呢 就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想法了 对不对 当然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们在这可以把它打印出来啊 html 一会我们来运行它 看看效果 那么 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异常呢 在这里边你可以写一下 啊 有可能有一个urllib.arrow . url arrow 就是我们访问的时候可能会遇到404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我们这个浏览器内部的错误 比如500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把这些错误呢 给它捕获一下 下边还甚至还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错误信息里边 这个e的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code 给它打印出来啊 来看一下到底浏览器有什么样的一个 或者说这个服务器访问了之后 有什么样一个问题 那在这里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直接打印就行了 打印呢 就是e 然后把这个code给它打印出来 没有这个双引号啊 就是把这个code的这个 这个变量给它打印出来啊 e.code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能里边除了编码以外 还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has 这个attribute的指的是标签啊 它返回这个信息里边 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我就要看里边的reason呢 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 它没有捕获成功 我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啊 print e.reason 大家看到这里边就直接可以获取到 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 那这就是一个我们爬寻 爬这一个这个网址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但是作为这样的一个 可能是我们其他程序的一个中间过程啊 我们肯定在最后的时候呢 还要把它return一下 对吧 return一个html 当然我们现在的话需要测试它一下啊 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这么一下子写过来 到底好使不好使 对不对 这中间是在打印的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现在调用它 就应该怎么在这打印出来 即使是我们现在不返回 也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呢 在这我们先不返回啊 我们先把它运行一下 那运行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这个main这运行啊 也可以在上面这个main这个地方运行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除了这个save data在运行以外 没有别的方法啊 我们可以在这儿先把它注视一下 先运行一下这个add啊 我们的askaskurl啊 给它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网址给它 加一个双引号啊 给它我们比如说从零开始啊 大家也知道你不写也是可以的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程序从这开始运行 对吧 执行到这儿呢 就执行了刚才我们这个进行爬虫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解析出来啊 点右键运行 好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418的这样一个错误啊 这418错误呢 就说明说我们这个服务器啊 识别出来了 我们并不是一个浏览器 我们伪装失败了啊 他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其他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爬虫也许是啊 那为什么他会把我们识别出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head的信息啊 肯定没有伪装对啊 那你说我写了呀 诶注意一下啊 这地方要写的话呢 不能写错 尤其是前边这样一个箭直队的箭啊 箭运绝对不能写错 那你说我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来我们点开看一下这个浏览器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我们刚才复制的地方 你看一下他这个user agent 他这个user agent的这个空格根本就没有啊 他这就一个小方的这么一个中华线啊 user中华线agent 然后后边呢是有这些东西 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复制的时候还记得吗 出现了一堆空格 像这有空格啊等等 他因为自动的就帮我们换行了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他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啊 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个空格一定要删掉啊 后边的话多一个少一个可能还好 都没太大关系啊 但是在这个user agent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中间没有任何空格 保证他的大小写啊 尤其是大小写都不要弄错啊 你要自己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细节 哎你只要把这个地方伪装好了 其他这地方你可能差不多就行了是吧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点右键运行一下 哎大家看这一次就通过了啊 那我们从头看到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这个网页的信息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的一个信息啊 在这里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他应该下边有包含我们这个具体的电影的一些信息 哎大家看到这儿啊 希望佳人自由 这应该是哪一部电影 可以看到这是萧生克的救赎 对吧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网页信息 已经通过这样一条语句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调用 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网页给获取到了 那么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网页呢 就可以供我们上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或者函数所调用 接下来对这一个网页进行数据的解析了 对吧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这只是进行了一个页面的一个获取 我们总共有250个电影的爬取 需要有25个页面 那这个调用怎么办 我们说为什么要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大家都懂了 对不对 那需要让它被调用25次 那么在哪里写呢 肯定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我们写个for循环啊 那么在这里边在这添加一个for循环 那么for 总共的话是从i开始啊 in range 我们之前说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是从多少呢 左臂右开 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的话 比如说我们从0到10啊 一共10页 你说包含第10页 你先别着急啊 在这的话 往下 我们在这url 得先拼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拼一个它的路径 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基础路径 这个url 得是传进去的 那基础路径是怎么变化的 大家还记得吗 它是在我们最上边的这个路径上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是为了测试写了个0 其实是什么都不写 然后我们在上边呢 从0开始 是在这儿开始 对不对 从0开始就是前25个 然后逐次的叠加 那在这地方 因为是字符串 所以我把它做一个字符串的转化 应该是i乘以25 这样一个规律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是0 它这儿就是0 对不对 相当于这儿就是0 那就是前25个 那如果这是1呢 这地方就是25 那它就从第26个开始 然后往下循环 一共循环到50个 对不对 这就第二页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是10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包含10啊 最后这只有第9页啊 9乘以25 大家可以算一下 那正好就是我们第10页的 最后的这25条 所以正好它这个左臂右开的 这个过程 就让我们爬取了我们这个250条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注视一下 在这地方是调用 调用获取页面信息的函数啊 25次 确切的说是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调用的这个范畴啊 范围其实不是25次 是10次啊 10次 这10次里边的话 就让我们正好拿到了 一页25条 就是250条啊 这么一个情况 好了 那么拿到了这个url了 我们是不是要调用呢 对不对 这调用的话 刚才说到了askurl url 把我们这个url 刚刚重新封装的这个啊 执行一次 它就是拿了一页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获取到的这个html啊 我们在这可以标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获取到的一页啊 html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肯定要把刚才我们说 这个要返回回来 对不对 注意哈 这个地方 要把它返回给我们调用的地方 才能把这一页 获取到的网页啊 传递给我们这个调用的这个地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 应该有个返回值的保存 再注视一下吧 保存 获取到的网页 原码 那么既然已经获取到了一个网页了 大家也就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得是逐一进行解析了呢 哎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了 注意哈 那这个逐一解析一定是在我们这个放循环里边的哈 因为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是一个网页就要解析一次 对不对 而不应该等到最后这个网页全部都弄完了 那这样的话只剩下最后一个网页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要弄到一个网页 就要解析一下 就这么一个过程哈 那好了 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怎么样爬取网页 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写到这里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呢 先练习一下 先练习一下